J WOW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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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喔 開心… 看到每次到了禮拜六這個晚上 我們就是非常開心 對… 尤其我們今天現場可以說是 國際交流 什麼 而且來那麼多 要講一點英文 學生 學生 我們非常地感動 學生 不是學生 是愚蠢 你 另外不會啊 我們非常地 感謝 OK 大家 各位 Jen 把手放在一起 女兒 但是我們後面突然間 一般開招會的時候 才會有國旗在我們的後面 是… 是… 沒有想到今天竟然後面有一面 有嗎 雜樣的這個國旗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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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來了一大票耶 對… 這邊也是馬來西亞 歡迎 歡迎 華蟲旅台 校友會的朋友們 大家好 厲害… 特地來台灣 他們是華僑對不對 真的 都是華僑偏偏 歡迎你們 還有華僑高中的 這個就厲害了 太有緣分了 歡迎華僑高中 歡迎 來… 來…聽到的口令 好嗎 預備 去 我們… 怎麼樣 我下一個 好有朝氣啊 我以為他們要唱 來…那一首 馬來西亞的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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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馬力亞 馬力亞的天師 那不要… 那是… 不要… 是5566的看來 Kick 真的 還真的滿像的 我們這個… 來至少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正大資管系 孫協志 Yeah 今天來的都是 Groove 可是有人呢 他是非常地孤單 一個人舉的是 一個人… 對 我覺得他這個作品 我只能說 藝術 Art OK Art Oh my God 吳宗憲的Fast Club 馬來西亞的朋友 今天不用說我們 我才沒有給大家禮物 我們這兩張畫 希望你們放在你們的 博物館好不好 我能不能花一點錢 花一點錢把它買回去 給觀眾 來 看看大家心目中的 憲哥講什麼樣 你畫得回亮為俏 來 你看 他尤其這一張很玄 憲哥你咬的玫瑰花對不對 是 旁邊還有你 你最要好的朋友 外星人小叮噹跟 大便 對不起 你搞錯了 什麼 大便是沒錯 但這個小叮噹這個是Nono 這個外星人是康康 對 但這一張 我這一張很適合這樣拿 為什麼 一舉高 三舉高 沒有 就馬來西亞 沒有拿到這樣 什麼態度 像話嗎 來 介紹一下我們的來賓 好 沒有來賓的話 我們這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節目 假如沒有來賓的話 我們只好自己玩 對不對 但是就沒有那麼好玩 第一位超級帥哥張天靈 歡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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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張天靈 總是禮拜天晚上10點 我的秘密花園2 是是你的秘密花園2 期待好久了 好好看啊 這個肯定收視長期 第一集就好叫做 結果黃耀輝復活了嗎 耀輝 我沒有死 你沒有死啊 他本來就沒有死了 可是我們就會覺得很期待 他跟立文是演同一齣戲嗎 對… 兩個一起介紹了吧 歡迎立文小姐 大家好 大家好 立文好漂亮啊 立文越來越漂亮 中式晚上10點 一半天 金花園2 真的嗎 就剛好接在那個十字路口後面 對… 終於8點 對… 在我後面 我照你的嗎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有一天是不是這樣 輪到你們在我前面 我在你後面 還是我照你的了吧 喂… 你這人會不會太自大了 是嗎 我們希望有很好的成績 一定會的 對啊 再也不會像那什麼粉紅教父 小甜甜那什麼 喂 蛤… 那個也很好看啊 那個是我照他 但是沒有照得很好 那是因為你讓我們收視力下滑 沒關係 沒關係陳琳 再怎麼樣啊 都不會有神探兩個半還好 喂… 喂… 我們猜完神探 人嘛 誰無過去啊 對啊 我跟你講在導演面前 不要這樣 最近我們要拍一部戲 我會提把你當成績 好可怕啊 好不好 劇名一聽就知道一定紅的 什麼 霹靂鳥關 什麼東西 我還有愛金箍棒咧 我愛金箍棒是一部A片 真的假的 你有看喔 我不曉得我沒有看 瑞典片喔 我沒有看 好 冷靜 什麼可能瑞典片叫我愛金箍棒 金箍棒的特色是什麼 金箍棒瑞典的話怎麼說 金箍棒可以變小也可以放大嘛 而且他是… 好 你很密耶 漂亮啊 好 下一位歡迎 陀中康潔城 歡迎 大家好 一位歡迎 他… 潘哥… 潘妹好 我也要講一下 講一下… 中式 我的秘密花園 你很明顯 問你什麼事啊 小弟我也有演 你也有演啊 真的嗎 你在裡面演什麼 我啊 我好像你老哥有演嘛 對 我演他的黑社會的… 老二吧 第一次演人家的老二 叔叔嗎 康哥你演黑小孩應該很像耶 對 因為我演這部戲後 裡面都叫我惡哥惡哥啊 然後我每一次在戲面很大膽講 我就是老二 奇怪的一句話你知道嗎 所以說在裡面演的就是一個 難怪你的髮型光頭還中分 沒有 我的頭髮是剪壞的 不好意思 康哥你可不可以做一個很狠的表情 很狠的表情 現場這麼有活力 幹嘛那麼狠 沒關係啊 才能看得出來 立刻看到你的演技啊 1 2 3 好棒喔 他那個真的是惡人臉你知道嗎 還一大一小 真的 他面惡心善啦 厲害 厲害 再來一位是我們的王玉潔 歡迎 大家好 Snow Angel 學天使喔 小女孩長大了 所以我今天來就是宣傳 就是我第一次寫的書關於運動 等一下 搞不清楚這什麼地方 等一下 用 各位注意聽喔 用馬來話 講這一段 好 預備 我跟妳講 大家不相信對不對 我幫你們翻譯 開始 好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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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知道是什麼意思啊 他說什麼 當年主持人要對妳要有 我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希望大家給我多多的支持 是嗎 我教過 我教過 你教過馬來膏 我跟馬來膜交往過 我是真的會一點啦 馬來話啦 你長得滿像當地人的啊 對 很像對不對 對不對 我到菲律賓 動物園不收我們票 我進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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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你是進去裡頭打掃的是不是 OK 台灣人 Oh no 菲律賓 很多小朋友 當地小朋友 捐著你喊爸爸 對啊 親和以堪啦 這個天王 再來是一個帥哥啦 陳德烈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陳德烈 既然前面四位都有宣傳 那我要宣傳一下 大家好 我即將要出唱片了 請多多支持一下 我真的嗎 你想話好像立法委員了 大家好 我即將要出唱片了 對啊 你們給我聽清楚喔 不要再玩笑 有買有保備 沒買的出事 對 十年後就會出了 真的 今天節目非常的精彩 單單訪問 就已經用掉一個鐘頭 我們節目 即將接近尾聲 我們節目最後的尾聲呢 先來一段 真的 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好的 哇 你看今天人一多 大家都很燙對不對 對啊 我們人氣好旺喔 而且內容上很棒喔 第一位就是來一個 喂 謝謝大家 喂 謝謝 沒事亂謝謝 拜託 還是說是一位漂亮的小姐 這三位當中有一位是真的 兩位是假的 第一位 王輝 一位是假的 兩位是真的 小姐 少主請的來個 王輝婷二十三對台座員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整台座 整台座 不得了了 天啊 你看那個後面 哎呦 天啊 丁字步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 來 好啦 來 小 我小肉蛋嘛你 什麼小肉蛋 天啊 搞得我們這個大陸亂撞 你很Sexy 而且各位觀眾 誰說一定要受到很骨感 才會性感 你看他的腰 肉肉的 可是好有性感喔 先say hello好不好 出來 一直掰 他一直成 一直不斷就這樣子 對 人家可能是跳交際舞的 是不是要這樣才會性感嗎 你這是大爺好不好 怎麼擺那麼一百多個姿勢 對啦 先跟大家說你是誰啊 大家好 我叫王輝婷 你好 王輝婷是嗎 看他這個姿勢 你們猜猜看 他是哪一行業的 賣冰狼 連馬來西亞的朋友都叫 有冰狼司機師啊 我們會找那麼簡單的答案嗎 還太簡單 是我的話 我也猜扛瓦斯的啦 你要不要說搬家公司的啊 你不要又把你看過那些 片子的劇情搬出來好不好 沒有啦 那是瓦斯工人的一天 也是瑞典片還不錯 喂 別讓別人說啦 韻律吳老師吧 韻律吳老師啊 對 乾脆妳就拆那個廟裡踩高蹺的 我超高手一點 小康 小康 這應該是鋼管女孩吧 呃 還女孩 鋼管女孩 那宇婕認為呢 宇婕 會不會那個賽車不是都會有 1 2 3 GO的那個女生 賽車女郎 對 賽車女郎 有沒有 1 2 3 怎麼沒有辦法專心開車是不是 不是車直接輾過去啊 F1 臉上有輪胎的感覺 什麼人要幫妳教的 教的 妳幫妳幫她注意的喔 妳的工作是什麼 騎馬教練的助理 騎馬教練 抱歉 騎馬是騎真正的馬還是 真正的馬 一種呢 當然是真的 不然 要什麼 假的那是什麼 不要再這樣了好不好 我們今天不會來的朋友 不是啦 我都很怕馬來西亞的朋友 不懂你的A耶 不是 因為 因為今天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我們講到騎馬的事嗎 所以真的就客人來說 欸 小姐 我要騎馬 妳可以 我可以教妳騎馬 妳可以教我是不是嗎 對 好 那我先換衣服 妳知道要準備什麼樣的東西嗎 騎完要洗澡嗎 當然 妳要臉可以 別人騎 拜託啦 妳跟我們講真的 因為妳這個樣子 我們很難不想到那裡去嘛 地下 憲哥腿那麼短 騎的馬是不是都要 妳知道 有沒有看過我們節目 之前介紹那個超級迷你馬 差不多跟一隻狗一樣大 憲哥就騎那個 憲哥一騎腳還是騰空的 好可憐喔 這就讓我想起那個誰啊 那個… 梁詠祺有沒有 奇怪 兩個人都騎蠻一樣的馬 那馬跑很前面 奇怪 梁詠祺那匹馬怎麼有六條腿 他好高 他腿還放在地上跟著走 他從正後方 好像長柳丁還長芒果 怎麼會腿開開的 好了… 妳真的要教人家騎馬半年 對… 可是妳是那個騎馬教練的助理耶 教人家騎馬應該是教練吧 那教練的助理要幹嘛 教練的助理也可以 幫忙輔助教人的動作 有男客人送他價值百萬的白馬 對… 跟妳表白啊 當然 哎唷… 妳被馬欺負過 還被馬咬過 對… 馬怎麼咬人 被馬是咬那個…我的客人 火 對 因為我的馬牠吃醋了 我在教教牠教學 對 要做一個教學的動作 那個是我的馬吃醋了 真的嗎 然後就咬那個男客人一口這樣子 因為馬是很有靈性 也跟人很親近的一個動物 那如果說牠一不高興 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牠有可能會咬你 對… 我其實現在越來越相信 牠是在教騎馬的 怎麼說 因為牠從上一直在這樣子 對 訪問的時候好像在坐船一樣 就一直也不是會這樣嗎 牠只差沒有喊就叫 叫哈 然後我這個馬就咬客人叫 一口 那頻率不太對應該是這樣 那你們 聽說男朋友還為了你這個 像夏波蘭 夏波 叫 喂… 沒有啦… 還利用吃飯時間去練球 聽說男朋友為你的工作吵架 為什麼… 因為… 絕對吃醋 通常… 通常來找我 就是來我們公司的 就是… 不是為了真正的騎馬 就不是純騎馬 對… 是想騎另一種馬 對…比較屬於… 對… 有迷你馬阿 阿拉伯馬 牠現在有騎另外一種 沒有耶… 然後這是說… 比較屬於說喜歡… 來看我們裡面的女教練 你知道嗎 總共幾次 當然會吃醋 五個 五個啊 好 OK 我們就讓我們來賓問問看 你的問題就是… 有可能是有答案的 來 張天穎先生 起馬屁股會變翹嗎 欸… 不要那麼嚴肅嘛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是演戲的 不要那麼… 欸… 起馬… 欸… 屁股都會… 欸… 那麼… 慢慢講好不好 你沒看過辣妹啊 來… 對啊 我想問他 起馬屁股會變翹嗎 這是天生的耶 那跟起馬沒有關係 可是起馬應該還是屁股會翹吧 起馬會變結實 但是是大腿 或者是小腿 或者是手背部分 對…絕對錯腹部 絕對不是臀部 真的喔 厲害的 你呼嚨我 我以前也是當健身教練的 健身也是兩回事 對啊 沒關係 你心裡有答案就好了 你心裡有數就好了嗎 對不對 來… 立文 去那裡工作之前 要不要先上什麼肢體語言的課程 肢體語言 不用啊 就走路不穩就可以在那裡上班 對啊 你如果不穩的… 一直晃動就OK 你不會問一個難一點的 他一個月賺多少 真的 月收入多少 四五萬左右 五 那算不錯了 你們工作是24小時的 對 24小時 對 24小時 我第一次聽到 學騎馬有24小時的 那我也可以去報名 那馬一定很累 對啊 我才說一下 你要叫我起來 背騎 我們這馬有分批的 我當馬也很累 噹噹噹噹噹 啊 軟腳 我們這馬有分批的啦 馬還有分日夜班喔 對 早班就會 你虎男 我拍虎男女嗎 7-11才有分日夜班吧 馬也有分日夜班跟夜班 馬旁邊還有外牌子寫大夜班這樣 然後睡眼心中 我才會 稍後會中我的客人 對 人家是夜貓子 那是夜馬 我見鬼了 夜馬 小康你要問下去嗎 這個破綻很多 這個人 請問你喔 你是那個 你覺得馬最喜歡吃的點心是什麼 真好玩 這樣很明顯喔 對啊 胡蘿蔔還有方糖 胡蘿蔔 方糖耶 他講話很好聽耶 有沒有聽到他講胡蘿蔔 是怎麼講的那件胡蘿蔔 你欸欸欸 欸 這樣講人家 我不準他跟我男朋友靠近我 我跟你講 他說沒有啊 就 胡蘿蔔 胡蘿蔔 你還說胡蘿蔔 對啊 睡掉了啦 人家就說胡蘿蔔 他怎麼還有 胡蘿蔔 而且他說方糖很有感覺 胡蘿蔔 還有方糖 荒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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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來 余潔余 請問一下如果馬在奔跑的時候 是可以壓浪打浪都可以嗎 我 在奔跑的時候 你這齣戲是不是有騎馬 都可以嗎 兩招都可以嗎 如果你快奔要打浪也可以 怕飛出去的話我沒有一千 兩個用專業術語在溝通 高來高去的 你看他們之間 壓浪打浪就是控制馬的一種術語 對 那如果長江後浪推前浪可以嗎 那 後浪會死在沙灘上 你看我們這樣也是高來高去 江山大有財人之外 你是前浪死在沙灘上 你是前浪死在沙灘上 前浪死在沙灘上 厲害了 前浪死在沙灘上 無所謂啦 對 大家都不太care這個 欸 行家 氣到 德烈來問一點外行的問題 你可以示範或是講解 怎麼樣上馬鞍嗎 喔 沒問題 來 喂 喂 這樣會衰的 你看 那是想衰的 1號王威廷 是一位辣妹馬術教練 而且還有客人送他百萬名馬 你相信嗎 第二位已經來了 各位就是我們的吳崑泉先生 歡迎 吳崑泉48歲 開始的人 過門而出 厲害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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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好 一般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都有走台步 但是你不用 是 女生才有在走 好壞喔 昆泉兄今年 48歲了 是大哥大哥 練功30年 練的是什麼功 曲功 太籠統了啦 我嚇一跳 練的是什麼功 我練的是武功 喂 不是廢話嗎 跟他籠統 拜託 哪一種氣功 武術氣功 不是 武術氣功 等於武功 你這個是金剛不壞 鐵喉公 這是戳喉嚨那種 喉嚨那麼軟怎麼練 喉嚨是人體裡面算是非常脆弱的一個部位 他只比肝 心臟 肺臟 腎臟 腎臟 硬一點點而已 好像比蠻多地方硬都好 蠻多的 就是 我們器官就是呼吸嘛 呼吸 那經過我們的喉嚨 喉嚨 喉嚨 就形成那個這裡 形成那個 尾下那個密度比較高 密度高就 呈受那個重力 就可以了 就是把氣運到喉嚨是不是 對 就是把他運氣運到喉嚨 那萬一運氣不好呢 差過去 那公務不到家嘛 你喉嚨你用什麼來表演 你可以用什麼 這個用筷子 還是有鋼筋 這可以 鋼筋 對 鋼筋 鋼筋 鋼筋聽起來沒有很大的 鋼筋好像很難跳 千軍萬馬的感覺 那你會騎馬嗎 對 對不對 其實真的嗎 我彌陀 老師很快跟上他的腳步 怎麼可以打黃語呢 這 有一次搖眼被塑膠筷子刺穿喉嚨 差一點斷氣 這樣子就是 插進去嘛 不小心那有流汗 那有流汗那是不行的 會流汗咬到 流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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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汗會滑滑的 有時候就搓這樣 那搓進去 有噴血嗎 有時候射傷有 噴血老師還笑很開心 對啊 有啦 噴很多啦 老師啊 給你請問一下 你問一下 人有任督二賣對不對 對 任督二賣到底可不可以打通 可以 任督二賣 然後主要是怎樣 你在這邊 我們可以打通 人家說打通任督二賣是真的嗎 還打通 那打通會怎樣 我看打通 心態隧道咧拜託 我們這個區 就是出去我們都交感神經 交感 有的感覺 你那個一練過去 你會感覺麻麻 脹脹熱熱的 就是出去交感神經 那有反應 你夾著任督二賣 就是我們的任賣 前面 都賣最好便 一段時間 你的一練到那邊 你有去到那邊 會感覺很舒服 說的也是都行話 就是打通就是會覺得怎麼樣 舒服 舒服 好 好 2號吳昆璇是一位金剛不壞的鐵喉公高手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各位 全台灣最年輕的這個 恐怖了 有一點恐怖 坦白講我是有點害怕的 不要怕 歡迎蔡美娟 歡迎蔡美娟28歲 是桃冤仁 天哪 連道袍都穿出來 那 是一位師姐嗎 是… 小師姐 小師姐 小師姐妳是要到隔壁大愛電視台吧 妳應該是實際的吧 怎麼會跑來這個地方 長得好可愛喔 是… 這個對出家人 我們要比秋妮我們要特別尊敬 比秋妮是沒有頭髮 那妳是比目魚 就是… 屍姑 屍姑 屬於道教 對 屍姑應該比金針菇來得厲害 謝謝啦… 真正… 妳還趕好 她等一下會不會… 然後我們就插起來這樣 我有辦法治癒 好恐怖喔 我剛剛在後頭看到有個小小的稻草人 是不是就是憲哥 對… 她是全台灣最年輕的 各位注意聽喔 好 這一定猜不到嗎 陰間祥島 管我陰 你相信她真的是陰間道遊嗎 好精采 藝人舞技大車拼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你跳得還不賴嗎 學過班 你好可愛喔 小叮噹 她是全台灣最年輕的 各位注意聽喔 好 這一定猜不到嗎 陰間祥島 關落陰 起雞皮疙瘩咧 關落陰耶 今年才26歲 對 妳關了多久 兩年 我有興趣的是 可以探視自己的未來 可是聽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的 就是由子儀說 我們也不曉得是真的 還可以看到妳未來的先生是誰 未來的老婆是誰 未來的老婆是誰 然後妳未來在做什麼之類的 對 或者是過去生前世 也可以 幫始祖關落陰找王金河 探自己未來 有人看見王林 哭到昏倒送衣 甚至有人鐵齒的人 由地府之後 嚇到全身筋暖 德國名牌菜絲 真的嗎 看到王林 是看到誰的王林 看到那個時候是一個女孩子 是 大概二十來歲吧 是 然後她來的時候她長得 就是其實滿清秀 也穿得很端莊 是 然後她來去看她的母親 看她的母親 對 因為她的母親已經過世了 過往 然後是車禍 很嚴重的大車禍過世 那那個時候呢 這個女孩子她還很年輕 她還是一個叛逆少女 就是人也長得漂亮嘛 然後也不愛念書 愛蹺架 是 就常常不回家 所以她媽媽是在她 蹺架這段時間過世的 那那個時候她就會一直做 她就一直夢到她媽媽很痛苦 很冷 很不舒服 她心裡面就放不下 就想說 那我要去觀落影 我要去看看我媽媽現在怎麼樣 好 對 那結果她看到了什麼 師姐講話很會故作玄虛 搞得 我們好恐怖 對啊 她看到了什麼 後來就看到了 她就見到她媽媽 是生前的完整的樣子還是 車禍後 她看到的是她媽媽的形象 她沒有看到很清楚是 是完整的還是直裡破碎的 那媽媽跟她講了些什麼呢 她媽媽她第一句話就講說 我很痛 我全身都很痛很痛 因為她媽媽是被卡車轉死 然後第二個她媽媽就講說 好 那大氣波妳心裡為什麼 你 路來路過分 想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高潮迭起是不是 又來了 又來了 晚上才會出現的聲音 那後來呢 第二句話她媽媽就講說 後來我告訴你 後來是劉若茵的歌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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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同學注意喔 馬同學 反正她媽媽第一句話講說 我很痛 我全身都很痛 然後第二句話就講說 我眼睛看不見 那應該是可以想像的 因為那個是很 對 然後第三就是說 我很不甘心 講這麼恐怖的故事 林立文笑到岔氣 你有沒有良心啊你 蛤 我們在這邊關落鷹 妥中康先生 想笑就不要憋 那像話嗎 那而且還聽說呢 自己曾經在幫人家 關落鷹的時候有中邪 因為關落鷹本身就有一些禁忌啊 那什麼禁忌啊 比方說 第一 你 當天就是生肖有犯衝 你不能關 我以為犯衝的時候不能在 然後第二就是 你孩子每個月不乾淨的時候不能關 然後第三就是 是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都懂了OK 或者說 我們明白 不能吃冰的時候 好啦 不知道啦 第三就是 阿阿阿阿 不能闖紅燈的時候 知道啦 有沒有問題 別亂發問 18 我們都講18層地獄嘛 那你下去看到底有幾層 其實地獄它不是18 它編號還是V1 V2這樣 最後一樓還有賣炎藥水嗎 新衣電臨V12 來賓V12到請下樓 其實地獄18層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其實它的地獄是非常非常大 它的酷刑有很多顆 它並不是層次的問題 然後它為什麼會叫無間地獄 就是說你下到地獄裡面 你就很長一段時間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幾一年 你都出不來 都在受苦 就是你受完 就是你受完痛苦到死 比如說你被火燒死 或是被油鍋炸死 然後死了之後馬上就活過來 然後再這樣 一直死 就到你的夜報已經滿了 你才可以出來 所以它並不是層次的問題 那怎樣的人才會下地獄呢 這麼慘 就是做壞事的人 其實滿容易的 滿容易的 對 殺到淫望都會下 3號蔡美娟是全台最年輕的陰間導遊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究竟以上三位 誰說的才是假的呢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 來 你選哪位 這麼快 不是胡堅道 你還在發任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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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 你難道在選總統的時候 有看過他出來助選嗎 我覺得他還滿像議員的 他是泛藍的嘛 對 沒有啊 我覺得我們問他問題 他講了半天 講了半天都沒有中 絕對沒有辦法騙得了你 曾經是健身教練 對不對 這個跟練氣功沒有關係 厲害 來 立文 我也覺得 好啊 2號 為什麼 就那些好像 只要我們就看一下 應該可以講得出來 對啊 了解 來 3號 對 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 她的倒袍實在太揍了 喂 喂 喂 這不是倒袍啦 不是太揍了是不是 好 你就從外表看就對了 對 好 宇婕 因為倒袍太重 我 我選1號 其實我剛才想選 1號 厲害了 辣妹鏡頭又來了 姿勢又擺起來 對 有沒有 從頭撐到我 第一道問題 你這樣站起來會累嗎 不會比騎馬還要酸 厲害 還跟他專業有關係 騎馬更酸 可是宇婕覺得是1號 是1號 我其實剛才想學2號 可是2號一直講 我跟妳講 如果妳起碼狂奔這樣 哪一部分會最酸 其實 酸會滿多 因為一開始學的話 因為妳會用很多手的力道 手會酸 可是基本上是肚子 跟大腿內側 錯 跑很快的話 最酸的應該是 馬腿 喂 我還在這裡 我怕 喂 妳很聰明 來 來 直接講廢話嗎 所以妳選1號 好 選1號 好 OK 抖臉 真的咧 1號 因為我覺得3號的表情 它讓我覺得是真的 然後2號它雖然有點像中藥師 但是我還是相信它 我還是相信它 應該是在起碼狂奔承 來賓猜測的結果 似乎認為這三位嫌疑都很大 但到底會是誰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倒數5秒揭曉 5 4 3 2 3 請揭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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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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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姐妳演得太好了 10姐 我也這麼覺得 妳真的是假的 而且她每一個字吐出來都很狠的感覺 那妳本身妳是什麼職業 本身啊 我是作家 作家啊 我覺得妳現在又在騙我們 妳又在騙我們 是作家所以很會掰 作家 妳太會講了吧 對 作家或者是反正在家裡面 不然就架網站啊 不然就 作家 坐在家裡面啦 沒事 作家 請問妳今天這一番話 妳有照著鏡子 對鏡子演練過嗎 當然沒有啊 厲害 那妳怎麼可以講得這麼肯定 這個人真的是說謊 不帶個張字 我剛才跟她道歉有沒有 這位師姑 我可以扁妳嗎 我真的完全相信耶 不過她衣服真的很像那個 這個是居士服 她講話她的眼神跟她的語氣 稍微太強了一點 對… 應該來講修道會稍微再柔軟一點 好… 今天既然如此 我們要看看其他人 來… 謝謝 來… 1號… 請請 我整隻不敢相信1號是真的耶 天啊 這怎麼可能呢 她竟然是叫人家騎馬 那個馬騎得下去嗎 對啊 光聊天就兩個鐘頭了嘛 完全可以預期之後 大家一定會看到某週刊 或是報紙拍到吳宗憲在某個馬場騎馬 真的… 鬼了這次 要不然我們來看看 工作的狀態好不好 好… 厲害… 來… 騎馬欣享受 超狂野 辣妹女助教 嗨… 觀眾朋友們 這可不是特種行業的大排場喔 說到眼前這群辣妹 可都是台中新興起的新生活 騎馬運動的馬術女助教 而這群辣妹可不是花瓶 對於騎馬可不輸給男性教練 你瞧… 她們騎騎馬來是不是很威風 而且架勢十足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辣妹們 她們溫柔地教學過程吧 對… 騎馬… 騎馬如果說… 一個小時… 可以說… 馬殺雞… 一圈多下… 一般我們騎馬的話 也算想要飛爛… 那還有一般的慢跑… 對… 你瞧… 如此有別於一般男性教練 男士騎馬除了運動之外 想必心情也很爽吧 而女性學員更可以免於 教學上的性別差異喔 而這些男客人 對於這群辣妹 有什麼想法呢 那這邊感覺上 原則是說 這個騎馬可以讓自己身體健康 那主要我們這四季馬場 還有辣妹可以看 感覺真的翻出一點 這邊的女教練 這個都很漂亮 沒錯 他們的確是全台最狂野 最奔放的辣妹女助教 有空你也可以來試試看喔 你的公司真的很聰明 你很帥喔 你娘講 不看這段VCR 我們還不敢相信他會騎馬 真的不相信耶 你看 這個你看他們真是行家對不對 他不是吹牛的 所以你有亮麗的外表 然後又會騎馬 對啊 真是的 好厲害喔 太棒… 很多弟弟們要去報名了是不是 謝謝 你來啊 你又多了兩個學生 是… 誰跟誰 妥中康跟那個張天玲 所以你會搖晃也是 真的是職業病喔 沒有啦 主要是 拜託這個鞋多高啊 應該是腳會痠 你平常都是 我平常不穿這個的 對啊… 也不要美女就訪問那麼久 還有帥哥呢 對不對 好 謝謝 來…帥哥 老師啊 天啊 根本是 任務不可能 鐵紅宮 謝謝… 厲害… 來… 今天乾脆直接就來好不好 好… 可以… 好 直接來嗎 真的嗎 換個油… 好… 撞起來就開始了 在怕什麼 好的 最驚險 金剛不壞 鐵紅宮即將登坑囉 3 3 1 2 後面同學 守護著眼睛 天啊 都先小心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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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ing Queen 竟然遭鳥屎攻擊 就到底怎麼回事了 曾經練舞練到被鳥屎噴到臉 蛤 怎麼會是有樣子 那妳跟鳥屎跳舞啊 真的… 因為那個我們在 都會在中正經驗堂練舞 戶外 然後上面那個屋簷有很多臉 就它每次就會大便下來 就我有一次就練舞練到一半 就突然覺得 該不會是那個Ending Pose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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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驚險 金剛不壞鐵紅宮現在登場 夭雄 真的 神功復的 是嗎 好 各位 安靜喔 這個時候 專注 這時候就是專注 她還劈腿在地上 老師姐會劈腿 安靜喔 她還橫著來 天啊 各位 不可能 不可能 好痛 我的媽呀 好 後頭還有更驚險喔 我們趕快來看看 空火啦 這個我們怎麼看得下去啊 各位現場的朋友 如果你也做不到的話 再次熱情掌聲給她鼓勵一下 再一招 有沒有看到 椰子 它是可以直接用塑膠筷子搓斷的喔 現在要用椰子來搓她的喉嚨 老師啊 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老師運氣好像在玩海帶拳喔 舊朋友 通通不要學 太恐怖了 哇 她這個氣功真是把天地的靈氣 都集結過來了 這時候我們要屏息以待 要安靜一點 老師好淘氣喔 你看 像她這樣 我們突然打她的後腦勺 我們可能會死得很慘 她看起來好氣喔 我要去打人家後腦勺 她看起來好氣喔 不要 不要 不 不 天啊 老師啊 側面再一根我們 三根的側面 側面 對… 不要啦 不要 三根 很好看 不要 後面同學守護著眼睛 天啊 同學小心喔 有說的都不要 小朋友不是有練過的 小朋友那個千萬不要摩擺 天啊 夠了… 大師… 失禮… 失禮… 來… 好 老師 失禁… 好… 金銅你看看 地上的筷子碎成一段一段 對啊 老師你現在說話有問題 我表演完變成 謝謝大家對我的照顧 我這個東西 一刻變高音 一晚這個聲音會變 還可以嗎 可以嗎 而且剛剛陳寗講得很對 我們發覺 每次請到那種很厲害的氣功老師 他們的脾氣個性都很好 反而練功的人 習武之人他只是防身健身 修身養性對不對 修身養性才是第一課 這邊有人嚇哭了 哭不要哭 立文怎麼搞的 原來你是他老婆 他就不敢嘛 原來就是你喔 說不敢看他這樣才去吐一下 我跟你講你媽很愛你這樣 沒事… 今天表現得太好了 還有我們辣妹這個騎馬的老師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熱情張張力 馬上進步 我們的招牌單元 叫做是 人不可冒相 還是不可能